第一个是身心因果 对于夜阴国报 决定没有怀疑 第二个 身重惭愧 惭愧 就是羞耻性 我们要身心情敬 不能隐藏一点 见不得人的事情 法禄忏悔 要认真自己去反省 我这一生当中 对父母 有没有亏欠 对兄弟 对亲戚朋友 对老师 对同学 有没有昧着良心的事情 这个重要吧 你想得越细 越好 一丝好 不能够隐瞒 一度说出来 为什么 这些事情隐瞒在心里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这是说语 罪业 王凤仪先生所讲的 那是并根 他讲的正确 诸佛如来 也讲是并根 贪嗔 贪嗔 痴 痴 慢 仪 悟尽 六个根本烦恼 人会生病 为什么会生病 你里面 有病根 诸佛如来 对一切众生 不但对有情众生 对无情众生 对山河大地 决定 没有贪嗔 痴 慢 仪 悟尽 没有 这个叫清净心 所以诸佛如来 是金刚不坏身 他不生病 因而加上云 罪 病苦 就来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现前的烦恼 王凤仪讲的 我同意他的说法 他说烦恼 怨恨 发脾气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 怨恨过人 油没油 发脾气 油没油 看到别人的过失 看别人过失 自己就得病了 慧能大肆说的好 谭经里面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我 你天天看到别人的不是 王凤仪 你收别人的阴气 阴气就是病的缘 你看别人的好处 你收别人的阳气 阳气是阳身的 阴气是病 专门找别人的麻烦 对自己 是最大的伤害 这个话我在 讲习里面讲的很多 你怨恨别人 批评别人 别人受害 三分 你自己受害 七分 划不来 错了 所以 我们常常回想 反省 惭愧心就生起来了 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福无杀了 出家了 就想着说 对不起所有的护法 我修行没有成就 他们供养我 就怎么能消得掉 古来祝福无杀了 古来祖师说了一句话 施主一粒米 大如徐米山 精神不了道 匹毛带就还 你必须要还债 这个供养 不好笑 那么我们在世界上过地 供养的很多 实在讲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供养 台湾的同修 所以台湾同修有福 金融风暴来了 我告诉台湾同修 不要害怕 为什么呢 你们有福报 福报从哪来 肯布施吗 那么在公外 还是靠华侨 华侨可布施 但是布施 数字不大 为什么呢 在外面工作很辛苦 赚钱不容易 至于外国人 那就太少太少了 我在全世界 外国人对我的供养 一年 不会超过美金一万块钱 所以我们这么多年 在全世界的活动 花的钱很多 要知道 百分之八十 台湾同修支持 另外几乎 将近百分之二十 是华侨 跟中国大陆同胞 这个是我几十年当中 亲身体验的 我们从来不叛养 从来没有撑手 向人要过去 都是自动自发的 我们给他做好事 这个里头的账目要清楚 不清楚的话 以后麻烦可打了 会否判 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